字幕蔣者 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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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柳珠姊在這邊 這邊是我們的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 這邊是這個公館社區的位置 這邊之前是 當地日據時代就建立的一個國小 一個學校 然後後來是叫綱領國小 然後後來又廢校這樣子 那老師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個中間的建築物上面 點X鍵 就是像我看著這個建築物 它會發光之後 按X鍵 那我們有做一個 關於這個建築物的歷史的說明 那這些資料都非常感謝柳竹姐 當我們那時候去當地代學人去的時候 還跟我們做的介紹這樣子 好 然後在這一個建築物的旁邊 就是同學們 你們要不要站到那個地毯上面去 你們要準備發表的 請站到地毯上面去好不好 好 然後在這個社區 這個國小的門口附近呢 我們有第一組的同學做的作品 叫做竹枝光生命線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樹底下 有兩顆燈籠的那一個 來吧 我們就請同學們 來做這個作品的發表 那我這邊有用分享螢幕的方式 來把這個作品的影像分享給大家看 那同學來進行說明 來吧 發表同學請站到講台上 那個被擋在外面的記得按G鍵盤的G鍵 飄進來 變成幽靈飄進來 好 進來了 OK 那我去來分享螢幕 來吧 好 這個是構想圖 來 哪一位同學負責說明這個作品 請你麥克風記得打開 因為我們沒有聽到你的聲音 嗨 老師 大家好 我是那個我們組織光的廷爐 請問有聽到聲音嗎 有 各位老師 大家好 同學大家好 那我這邊先做一下介紹 等一下如果不夠了 我們組員可以幫忙補充這樣 那一開始我們的構想是因為 佐證位於郊區 然後因為白天它的場景 我們去看的時候非常遼闊 可是有發現到夜晚的景色 可能會因為 被燈光昏暗 那會使這裡美麗的景色 所以我們一開始構想說有用這個為概念 然後再藉由當地特有的竹子媒材 然後希望加上燈飾 然後用這個收集白天它富有的太陽光線 然後可以收集之後夜晚 可以一同組起串連佐證的光線 然後希望這個燈光可以替佐證發光 因為我們有 族人有發現 希望在佐證這邊可以用關懷人的部分 譬如說行走在暗夜的居民 然後還有希望到此地旅行的人 能有資訊的連結 所以我們在竹子上面有設計一個QR Code 那QR Code掃描之後呢 我們有替佐證 鋼琳這條生命線做了一些介紹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掃得到的話 可以進去看 那是用網頁瀏覽的方式 手機板它字體會忽大忽小 然後我們 做這個網站 連結進去呢 可以讓這個主燈發光 然後也可以欣賞一下這個佐證的一些介紹 好 這是我們這組的報告 謝謝 好 所以你們有這個網頁的部分 然後也有這個實體 在上面有一個是QR Code的燈籠 有一個是 有一個 這是什麼 手電筒一樣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夜燈 太陽能燈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 那我們請柳竹姐先 先給同學姐回饋嗎 柳竹姐那邊通訊好嗎 謝謝 其他同學還有沒有 想要說什麼的之類的 沒關係 我覺得柳竹姐就先回饋 他們如果有願意 有想到什麼要補充的 就會直接講 好 謝謝同學 其實我剛 就是前幾天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 不知道他是在做什麼 然後前幾天剛好跟韋琪老師 就是談到這個他的作用 因為我就可以想像說 他就是以他的 第一個印象而言 他就是給我們一個 一個光影的概念 其實我當初想到的是一個光影的概念 就是 他就是一個 就是像那個右手邊那樣子的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 投影這樣子 那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是有太陽能設置的 然後 他融入了一個科技這樣子 然後剛剛聽同學這樣講 其實他就是因為 有 有 結合到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歷史人文這個部分 就是想到我們的火把 就是以前 長輩他們要出門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拿著火把出門 然後同學剛剛講的這一點讓我非常的感動 就是說 他們有想到說 我們這邊 其實就是夜間的時候 真的是比較昏暗 然後 以前的長輩要出入的時候 真的都很不方便 所以他們 想 就是他們做製作了這樣的一個 足之光的生命線 我覺得這個 這個名稱取得非常非常好 對 就是 他結合了一個在地文史的一個部分 然後他也呈現了 就是在地人的一個對於 一個光線的一個需求 夜間對於一個照明的需求 然後 也融入了一個太陽能的設置這樣子 原先我以為它是一個燈泡 我以為它是裝置電池 就是沒有想到是一個太陽能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呈現 非常的棒 非常的漂亮 謝謝 謝謝劉竹姐 也不會 那我們請明宇老師嗎 明宇老師可以先幫我們 回饋一些你們的經驗跟看法 好 我覺得整體從在地的材料著手 它是一個有仔細去思考 在地的人物地景產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先說單一個的狀態 就是目前是如果說它是單一個 你可能是放在護車艇的旁邊的話 它是一個陪伴的概念 就是如果說是只有一個 那你其實就是陪伴那個後車的人 它其實是一個陪伴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說你是很多是群聚 或者說一整排它是沿著路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有引導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它其實就一個裝置的一個呈現 但是因為數量的不同你所呈現出來的概念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材料 那直接選擇材料 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晚上的時候的光影是很漂亮的 那對於如果說放在這個場域裡面的話 我們其實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因為這個光線而改變了這個周圍的一個環境的氛圍氣氛 那也因為這個材料 所以你重新再去感受當地的這個材料 還有當地的這個編織的技術 所形成出來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氛圍感 是可以很清楚的呈現 那這個是第一次的一個原始工藝 就是原始材料的一個使用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開始考慮到你的耐厚性 是 長久性 就是它其實就會開始設計跟創作是不是要進來 就是設計如果說要進來的時候 它可能你就要開始去思考 它是不是因為耐厚性的結果 你是要用這樣的一個形式來去做替代材料的結果 就是用同樣的編織的方法來去找到 也是條狀的譬如說金屬或者說其他的更耐厚性的材料 來去做一個取代 讓這樣的一個設計是可以使用的時間更長一點 要不然我們如果說真的直接把這樣的一個創作放進環境裡面的話 它可能就是幾個月它可能就壞掉了 就是其他的配件可能是好的 可是本身的那個竹子它其實是可能就沒有辦法承受這麼長的一個耐厚的一個結果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考慮就是是不是有可能設計的進來 那它是不是可以有替代材料轉換材料的一個可能 但是又保留一些原始工藝的精髓 不管是視覺上的也好或者說是編織技法的也好 也許它可能就會有一些轉換的結果開始進來 嗯這個大概就是一個一個小小的建議 OK 嗯 謝謝學姐 謝謝 好那秀齒老師 聽得到嗎 有聽到了 好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很簡短的回饋 很謝謝這組同學還有維琪老師 其實不管說是作品的呈現的完整度跟呈發的方式 我覺得都很驚豔 那針對這組的作品我覺得看到兩個後續可以值得再進一步去思考的面向 一個其實剛剛也有老師們提到就是它要擺放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可以再進一步的去思考的 就是它在不同的位置裡面它可能其實呈現的意義會不一樣 在公車停航邊它可能是作品 那可是在某一個地方它可能像路燈 那在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其實像是大家集會聚焦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核心的一個藝術品或是裝置等等的 那所以我覺得以此從這個不同多功能的角度出發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模組化 就是說你其實因為今天我們在畫面上面看到的是兩個object 可是它其實搞不好其實它有可能是一大兩小或是兩大一小 它加起來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今天它變成是一個藝術品的時候 它是可能是好幾十個的東西通通放在一起 那這個其實就是讓我想到這個活靶的概念 就是活靶其實在陪伴這個社區經過過程裡面 它可能只是一個個人它在情境過程裡面一個點亮的功能 但是它到他們一個社區的一個活動或是重要的慶典的時候 它那個celebration跟那個集體的那個同在性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有不同層次的那個意義的呈現 所以大概就是以這個方向去鼓勵大家去思考 它可能跟這個場域在不同location的關係 跟它怎麼樣可以模組化去加別成是一個對於社區來講 有一個不同意義呈現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最後一點回應剛剛蕭主任談的這個 就是材料這件事情的永續性的這件事 我大概覺得說當然材料的那個永久性這件事情 我們的確是要考量 那但是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其實永續其實它還有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其實它就是要管理 它不太可能是有一個物件它隨時在那邊 它永久就不損壞 那如果永久不損壞 它其實也是另外一種不永續 那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它其實是可以結合社區的一些活動 或者就很像是社區的一些長照活動 或者管理活動 他們其實就是固定來玩它 來維護它 這把你壞掉就來抽一下換一下等等的 那這樣子的話 從社區營造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們也會更認同這個物件 是屬於他們社區的一部分 那以上就是提供這幾個觀點 提供大家參考 謝謝 謝謝秀慈老師 謝謝老師 好 來吧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希望可以再看一組 那同學們不要擋路 趕快你們去你們自己的位置上 哈哈哈哈 好老師 那我們現在往下一站前進 那就Follow Me這樣 跟著我 什麼好開心 我也是 我也是 是 我那就是 你這麼說 谢谢大家